明哥, 你說過的, 你會丟掉白菇娶我的 怎麼了?你現在說過不算傻嗎? 是, 我當初是這麼說過 但你知道我現在失敗了, 又沒錢又沒面子 就算我肯儲你, 你也不肯跟我 哪是?別人喜歡你, 又不是喜歡你的錢 是呀…不喜歡我的錢 你看著我有一間七十二家大院 你真聰明, 男人出來喝酒, 出來玩 喝大了幾杯當然很豪爽, 甚麼都答應 睡上最後甚麼都忘記了 你這麼天真的, 說甚麼你也相信 我根本沒想過儲你 原來你這個人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你們做舞女的很多男人, 用不著找我 說來說去, 你只是嫌我們做舞女的低賤 但你有沒有想過, 之前誰幫你賺錢 又不是我們這些舞女? 喂…那你別這麼說 你幫我們賺錢, 那我們沒有規待你的 唉…肉惡 出來做舞女的這行, 就吃得鹹如抵得汗 出來逢長作興 那些男人說甚麼你也別相信 像韓芝拉一樣, 人家看過紅塵 那麼容易被騙嗎? 丁哥, 我就是不想一輩子做舞女 才找人家 你知道我這幾年做舞女已經做到怕了 我可以不跟百姑爭的, 我做小都可以 丁哥 唉…你行而已, 我不行, 不是的 大那些東西不行, 還要找一件小的來搞 唉…要甚麼搞死我啊? 別搞… 嗯…你不答應我, 我死吧, 你看 喂…拿死來打我嗎? 你要死, 頭河中井, 吊頸吧 懶得看你 太子餅, 你是個壞人 你會報應的 譚犬餅?誰叫譚犬餅? 喂… 為甚麼這麼大聲呢? 我叫譚犬餅?問我甚麼事? 你叫譚犬餅吧?你這麼壞人… 喂…我和你無語無仇, 你為甚麼打我? 玉娥是我妹妹 昨晚她為了你吃安眠肉自殺死了 玉娥自殺死了? 你有沒有搞錯? 我前天還在街上看到玉娥 有說有笑, 她還說有空請我喝茶 她還叫我介紹一份工作給她 為甚麼現在自殺死了? 你不相信嗎?你也不相信嗎? 這份玉娥的餵書 上面清清楚楚寫著 譚犬餅對不起, 自殺心亡 這個壞人, 你死還你死 臨死也找我們做電師弟? 玉娥在我們姐妹之中 雖然心氣高了一點 但我相信她不只要自殺 對了, 這位是玉娥大哥 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去見玉娥呢? 現在她在哪裡? 對…韓車說得對 正所謂生意要見人, 死要見私 不能憑你爛給紙, 說玉娥死了 去就去吧, 你去吧, 你不去吧 你和玉娥非親非故, 你去幹甚麼 我… 算了… 還是讓我看看有甚麼環境 我告訴你, 你們不要亂說話 丙哥… 最重要是這東西給我蓋住 不要讓阿伯知道, 知道嗎? 行了…快點去吧 走吧, 走吧 玉娥, 你為甚麼這麼狠? 你這麼狠? 玉娥進去吧 你害死了妹妹, 你怎麼收回呢? 你真壞人, 你害死了我女兒 我都會死亡 你先鬆手, 怎麼會這樣呢? 你妹妹雖然以前在舞廳工作過 但現在的舞廳不是我的 那…她死了, 關我甚麼事? 我妹妹的遺書寫得很清楚 你不要想抵賴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要這樣寫 真是的 你這死無退症 不…家賞, 她是自殺的 又關我事? 我已經問過律師了 就算我妹妹是自殺的 但當天有人見到你 你又打她又罵她 還叫她吊頸自殺 就算你不是親手殺我妹妹的 你…你也是死不死?關你事 不… 兒子, 跟她廢話那麼多做甚麼 她這種人翻著豬土債市了 快點把她拘捕, 叫她坐牢 教她失敗明年, 向妹妹報仇 聽到沒有? 要是我去報警, 要是你自首 自首? 好笑了, 你進去查一下 我是甚麼傻 太平昏的牛局長都是我老友 我告訴你們 你們好聲好氣 我最多是出錢 讓你收拾了你妹妹 如果你橫來的 我一個崩也不給 這條油渣蟹都裝模作樣 我跟你說, 我不是好黑的 進哥 一命換一命 別亂來 我剛才不斷說說 你何必搞得動刀動槍 先收一把刀吧 不然傷傷誰都不好 我紅也說道理 既然我妹妹死了, 人死不能復生 這樣吧, 過一千萬來吧 一千萬? 那你殺我過了 我沒聽錯, 你連一千萬也沒有? 這麼大間七十二間的大院 我給你三天時間 如果你不給的話 我要你下午家下來陪我妹妹 我記得了, 三天時間了, 你就和我一起 我和我一起喝一杯 我讓你喝一碗 怎麼了?我讓你喝一碗 你的臉 你除了? 不過, 真是死了 我只是在街上不停氣氣她 為甚麼她這麼想不開又? 怎會這樣呢? 我看不出是這樣的人 她還沒來這麼多年 她應該知道 還沒來不應該付出真感情 那倒是吧 說甚麼也沒用, 人們都死了 最壞是她家人, 她媽媽和她哥 要我一千萬賠償 一千萬? 那倒是吧, 一千萬 我去哪兒找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 那倒是吧, 又不讓她有八支 如果讓她知道, 替我拼命也有份 不如你說吧 公婆呀, 你死得太軟了 那那個臭男生害死你 我居然 bride 我居然髒允營啊 媽媽, 你放心 小心, 我一定會看本老闆的公道 真是淒涼, 這麼年輕就死了 也不知道是哪個壞男人做的 他們在燒之前, 肯定是72間大院的男人做的 你貴是誰 喂, 妝鬼, 幹嘛走到大院 再燒這些東西, 大家都像你們 喂,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喂… 好可憐 喂… 喂…陳老闆, 太子丙 很久沒見了, 是 喂…我想有件事跟你聊一下 因為我近來手緊, 那… 喂…阿陳… 你四襯 平時我風光的時候 不知道拿我多少錢 現在我壞了, 當我溫神 兩句不是蓋我的電話 炳哥… 炳哥… 什麼事? 是玉娥的大哥, 在大院門口燒溪錢 很多人都圍觀, 百姑都在 那… 是呀, 他一聲不吭, 在大院燒溪錢 那豈不是分明逼你拿錢 那糟了, 我現在是籌不到錢 不, 我也是走路了 炳哥, 你走得一時不走得一輩 不如這樣, 你跟八姑說清楚 或者又彎轉 跟八姑說? 八姑的脾氣你就不知道 我知道, 但你想想 你是想她自己知道就好 還是你直接告訴她就好 雖然八姑平時是巴巴喳喳 不過你知道, 女人都是心軟的 這樣嗎? 那你幫幫我 怎麼樣? 我問你們, 你… 你們幹嘛在這裡燒溪? 你們有冤就找警察局 就去南京告狀 怎麼跑來我這裡燒溪才行? 最多這樣, 你告訴我 誰害成你女兒這樣的 我…我幫你罵她 八姑, 前兩天 我看見這個男人找過阿炳哥 會不會是… 你這樣說什麼? 是說我炳哥愛她嗎? 莊貴妮別亂說 我炳哥玩不玩, 他不是這種人 八姑… 我找了你一整天, 你在哪裡? 我…我剛回來 炳哥找你有事, 快上去吧 炳哥找我又會你傳話? 我順便而已, 他真的有事跟你說 快上去吧 行了…我告訴你 大吉利是, 你不要再在這裡燒了 不然我和阿三狗來拘捕你們 行了… 是呀, 你幫我搞定他 行了…大吉利是 不要緊… 廢所又左窗進去 來, 關了… 阿向, 剛才我告訴你 你記實才好 我記實, 但我怕做不好 做不好也要做 炳叔平日這麼疼你 我們這次的命都交給你了 你知道嗎 你叫我上來幹什麼? 下面有個壞人 在我們大院燒溪錢 你快幫我趕走他 阿花… 你幹什麼? 阿花大師, 我對不起 是我不對 是我不對 你幹什麼? 我… 八姑, 其實在下面燒溪錢 給那個女人 是因為炳叔自殺的 你這臭丫頭 你說, 你想把他拘捕一下 你果然拘捕人命 我沒有人看 阿八 那個原來是我們母廳母女 我跟他玩玩而已 是嗎?為什麼他禮真 他說他要逼我和你離婚娶他 我當然不肯 那他自己又要死了 那真是不關我的事 他死也不關我的事 我不是這麼說 我現在跟你說清楚 阿花大師 阿花大師 麻煩你們起床說話 別在這裡笑 阿花大師 關你什麼事 阿花大師 阿花大師 我只會用來傳句話 太子餅叫你多給他幾天時間 那個叔叔要躲在家裡 好, 我現在去找他 你這樣逼他也解決不了問題 我已經跟他談了 其實他現在比你急 只不過想你多給他一個時間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原本的答覆 是呀, 兒子 千萬不要弄壞人命 李寶正? 那他走的路 我問你拿錢嗎? 走到和尚走不了廟 這間大院是太子冰兩夫妻 剛剛那個女人就是他老婆 我想你應該知道 那好吧 這次我就給你們面子 給你們多給時間 那我告訴你 我阿妹還沒落狀 如果你不給錢的話 我托阿妹的屍體 放在大院門口 看你怎麼辦 媽 我們走吧 媽 她一天都是我的臭 既然是我搞出來的事 當然是我背負的 那你死了 不然…不然… 我去死掉就算了 李寶, 李寶… 李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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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李寶, 你不要 你不要幫我 我幫你們 我男孩子還沒什麼事 上來找你們 不, 我還是交人給他 一命還一命 就多 冤枉台債有主 他喜歡怎樣康怎樣殺 你娶他 李寶, 李寶, 你不要下去 你下去他也不會幫我 我來交 蔡家先生, 如果你死了 就只有我和伯姑兩個人 會被人欺負的 我都不想嘛 沒什麼辦法 那男孩子還可以一千萬 什麼?一千萬? 我也知道, 很難問的 總之你…我陸陸陸陸 交好人給他算 不要啊, 炳叔, 不要啊… 不要啊… 你怎麼了? 八姑, 你幫一下炳叔 炳叔他雖然有錯 但是你也不至於要他死 再說 如果…如果炳叔沒有你心 早就跟你離婚 跟那個女人結婚了 他也不至於有今天 你這樣說什麼? 那個女人死的 你真是因為我了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 阿香, 你不要再求我發了 一千萬, 就算有我也不會還給他 也留給你兒子 你也讓我下去 讓他斬也好, 殺也好 不要… 他死了…他死了 你以為你真的要死嗎? 你演戲給我看而已 要死死一千錢也夠了 你那些臭小子 你說一千萬 賣掉我都沒那麼多錢了 為何賣掉他大宴 你這種臭小子 我家裡真的沒有很大氣 家了這麼久就壞了這麼久 你什麼時候給我那些好東西 我真的沒有看你 阿伯… 阿伯, 我知道了, 阿伯 阿伯, 你真好 阿伯, 我做了這麼多對不起的事 你都肯幫我 我給你保證 如果我…我過了你一關 我一定要用心做人 努力賺錢 熟一間屋子回來 你不要哭 不要哭 我下次不敢了 阿伯, 你真好說 我知道了 我看看 喂 銀票, 我要現金 喂 這些錢是只是要向大宴藝借的 你要一千萬 人家匯視間哪會有這麼多現金 你放心 這張銀票我在銀行查過 明天你就可以拿錢了 但是… 但是, 銀票還好嗎? 大娜娜一千萬,現在外面賤安那麼差 都是被人搶了 是呀…這位小姐說得對 有錢收就不錯 閉嘴吧 好呀…我相信你們一次 不要跟我耍耍 媽,我們走吧 別走 你現在已經拿了錢 麻煩你在這張免習書上簽名 什麼?免習書? 當然,你大快拿了一千萬 你當然要在免習書上簽名 你要保證以後不再追究譚憲炳先生的法律責任 大家就無拖無欠 你以後就不要去煩他們了 怎樣?不想簽嗎? 不想簽,拿一張票來吧 簽吧,兒子 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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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下了嗎? 簽吧… 對了,阿香啊 嗯? 你幫我送她們吧 蛤? 去看看容娥媽媽究竟去了哪裡 嗯… 黃師奶奶,真是謝謝你 這次全靠你幫忙而已 不用客氣,是略話說話 容娥媽媽跟她大哥一看就是見錢眼開人 你看她現在拿了一千萬之後 一點傷心都沒有 好像死了,我不是她的女兒一樣 還用問嗎? 一早就知道她家人全都是為了錢的 一早一早…一早就來會這樣做 對了,炳哥 那個玉娥究竟是姓林嗎? 嗯… 哎呀,人都死鬼了 什麼鬼有所謂 我告訴你們 以後別在我面前提玉娥兩個字 聽到也當客 還有你呀,快點趕快賺錢 把房子收回來,不停貓街 不知是不是我多心呢?炳哥 我總是覺得玉娥這件事有點狡猾 何止狡猾啊 不就算了,你這個財散人安莫了 玉娥來鹹魚又放在那裡 一想到你以前的事,無辜都動了 算了,炳哥,人都死了,你別想那麼多了 不過這樣啊,畢竟你和玉娥都好了一場 玉娥都是一個很苦命的人 她明天就要入那個大煙通了 你去送人吧 我就不去的了,我最怕去這個地方了 這樣啊 好吧 黃湯麵呀 這條鹹魚呢?這麼快就收拾了 你,哎呀,你又是呀 哎呀,早知道你對我這麼好 肯為我死的,我就憂鬼了八 咱們現在落得人財兩兇 哎呀,你都無福銷售的了 哎呀,燒回紙錢給你了 哎呀,那你落到去呢,就有些使用,是吧 哎呀,不要再找我了,知道嗎 哎呀,你又是呀 哎呀,怎麼想不開呢,真是 哎呀,好啦,真是,我都算是這樣的 哎呀,真是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 哎呀,真是有血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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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在床裡躺在地上 那間有糟了,那間有糟了 你等我去看看 那間有糟了,那間有糟了 我怕你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你又怎麼樣了 我摸他的密簿,真的死了 那…那…那是不是真的辱惡 你有沒有看清楚 糟了 不管說有糟了,就算他發了灰 我也認不出他 他只是死了沒多久了 什麼沒多久了,很久了 我看看 死了幾天了 是,糟了 糟了,糟了,糟了 喂,為甚麼你們手有瘀的 我剛才燒金銀給他的時候 我按著地上,那就… 他看見血了,那…那我就來報案 喂…你這樣眼神看著我 你不是懷疑我殺了他嗎 是呀,如果我殺了他 我又怎麼會來報案 豈不是申請逮捕 炳哥,你不要緊張 因為人命關了 這樣吧,你跟我回警局說清楚 還要回警局,我已經報案了 行…你報案就是幫了我們 我們早點破案,你也有功勞 不用了吧 你放心吧,炳哥 你相信我們警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 來,走吧… 別客氣了 你說是玉和的大哥 叫你去拜祭玉和的? 是呀,不然我怎麼會去? 是呀 太子丙,你不要瞎著眼說謊 剛才我們的警員去現場調查過 玉和根本沒有自殺 玉和沒有自殺? 那每一千萬… 我明白了 他臭女兒一定是炸死 敲詐每一千萬 我也明白了 來,丁哥有毛膏 慢著… 阿狗,我現在來報案 我是受害人 你不給我追回那一千萬 還要抓我毛鑑 那你怎麼辦案? 剛才你不是說了嗎? 你現在懷疑他騙你一千萬 你知道上當之後 氣氛很不屈,所以就起了殺人動機 拿這把刀殺了他,是嗎? 你別騙得出來說 是嗎?是,很大件事的 你…這是你…你胡亂推測而已 我根本沒有殺人 沒有殺人? 那你為什麼在現場會出現 那你為什麼手會有血呢? 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錯了 我…我拜他的時候 阿梅宇宗不小心 被人打破了,被人打破了 對呀,再不小心就殺了他 你… 你什麼? 你和我肉婆的關係是誰都知道的 那晚你和我肉婆在大街 帶我來拉拉扯扯 被人看見已經是人證 你剛才說他想敲罪你一千萬 這是你殺人的動機 我… 談獻餅?殺人的命,你知道嗎? 四九,你屈膀,我會死你 抓住他… 你做人來的,我告你這條閘警罪 立刻過去 我冤枉… 冤枉,我不會殺人… 太子餅,不管你冤枉不冤枉 只要我破了這件事,我就可以升職 死了…別怪死了… 大家來試試過你 你死我都沒死,別說話 兵叔出了事了 出了什麼事? 我剛才出去買菜的時候 聽見三六九奶奶做兵叔入警局 他在警局幹什麼? 是呀,怎麼回事? 因為兵叔殺了人 殺人?他怎麼可能殺人? 是呀,阿香,你不是聽錯了嗎? 我沒有 外面的人在傳說 那個叫玉娥的母女 之前根本沒有死 他就裝死了,想押兵叔的錢 接著他走路 誰知道兵叔知道了 兵叔太生氣,就殺了他 殺人?怎麼會這樣?怎麼辦? 我想這件事肯定不是這麼簡單 不如我們一起去警局問問就知道了 好…快點去 三九,阿炳哥真的殺了人? 是呀,我也不相信太子炳這麼狼死 不過他真的殺了人 沒理由,炳哥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我…我有那個玉娥的遺書 和他大哥的免責書,你看看 這裡只能夠另案處理 和現在的案件就不搭配 三六九,你想想吧 阿炳哥不見到整間母廳 也沒想去殺人 現在怎麼會為了一千萬 跑去殺人才行? 我… 我覺得這案件 兇手另有其人 只是這麼巧,被阿炳哥撞到 是呀,這麼巧? 你不如去買字花吧 我們要說真憑實據 不是靠鼓鼓下的 什麼?你們今天又猜猜一下 難道太子炳打了手指毛 說他是真兇嗎? 周平,你現在真的懷疑 我們是他辦案能力嗎? 我不怕跟你們說 我們有勢足夠的證據 可以證明太子炳是真兇 你… 好,我現在就去找牛局長 牛局長一定替阿炳哥 還不到他的清白 警察,牛局長已經出差了 什麼事他都說由我打理你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什麼時候回來也沒用 太子炳殺人這件事 已經養開了,他怎麼幫你? 如果太子炳不入罪 就難以平民憤 這樣嗎? 九哥,我求求你了 老闆,我貴你了,你幫我 老闆,我為我清白 不要…起床了,老闆,你先起床了 我求求你了 你別吵… 你要我放太子炳 真的不可能 最多說,我們一場老友 我最多讓你跟他見一次面 真的嗎?我現在要你幫我 畢竟我們兩個平民都對你這麼好 老闆,你以為一見死不救你做出來 八姑,你聽我說吧 太子炳現在是重犯 我已經很開心讓你見他 如果讓人知道,我會被你隔職 那怎麼辦? 老闆,現在跟他吵什麼都沒用了 不如你快點跟阿鼎哥見面 問問他究竟是什麼回事更好 唯有如此 走吧… 兵哥… 阿發 兵哥,你們來了 你們快點想辦法救我出去 我不想坐牢 兵哥,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你們相信我,我沒殺人 要我不是我殺的 兵哥,你先冷靜點 我們也相信你沒殺人 但現在目前來說,情況對你很不利 兵哥,不如你想想 有什麼主攝麻跡比好好 什麼主攝麻跡 我進去玉娥已經死了 而且沒有人在這裡 糟了,我今天跳下珠光也洗不清 韓姑娘,你說現在怎麼算好 那個日子阿熊簽名的時候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玉娥姓陳 如果阿熊是他的親生大哥 怎麼會姓林呢? 哎呀,我理得他姓林啊,姓陳啊 現在最重要是想辦法救我兵哥出去 那倒不是這麼說 現在想洗脫阿炳哥的嫌疑 最重要是從玉娥身邊的人下手 除了玉娥的媽媽 阿熊和我的關係是最密切的 還有,369話 在玉娥的房間裡 根本都找不到什麼銀票 那把銀票去哪裡? 對呀,那張銀票去哪裡了? 我跟你說,我阿熊不是很合的 最多… 一命就一命了 別亂來 你知道上當之後 電影很不屈,所以就起了殺人動機 那把刀殺了會,是嗎? 喂…你別騙得出人騙吧 我明白了 阿熊一定殺死玉娥,拿走了銀票 那…那天阿熊還拿著那把刀來威脅過我 那把刀就是殺了玉娥的空氣 那…為甚麼阿熊殺了玉娥,拿走了銀票 走了之後,我很想不想他撞進去了 一定是這樣… 阿熊? 小子,千萬不要弄出人命 那好吧 這次我就給你們面子面子 給你們多點時間 我告訴你 我妹妹還沒落狀 如果你不付錢的話 我托妹妹的屍體放在大宇宇門口 那怎麼辦 媽媽,我們走吧 媽媽 炳哥說的也不是說沒道理的 玉娥死了之後 她那個大哥又不見了 還有她媽媽也不見了 對了,玉娥曾經跟我說過 她很小的時候,她媽媽就死了 那這個媽媽肯定是假的 哎呀,何人師奶 你知道這麼多事 你快跟三六九說清楚吧 放我出去吧 哎呀,炳哥 你別這麼天真了 三六九現在只顧著立功 她怎會理那麼多是非黑白 除非我們真的找到真兇了 哎呀,但是廣州城這麼大 怎麼找呢 鳳姐的阿雄是爛男子 我們三個女人 怎麼搞她呢 現在最重要是找到玉娥這個假媽媽 如果找到她,那就好辦了 對了,阿香 我那天不是叫你跟蹤那個媽媽的 她去哪裡 我看見她在半堂那邊 半堂? 不如事不宜遲,我們先去找她 是啊,快點,快點去找她 走… 你怎麼找到啊 行了,行了 玉娥,阿福就在這裡了 哎呀,不要走… 不要走… 我們有些事想問問你而已 我…我甚麼都不知道,你們別問我 是這樣的,玉娥今天早上被人殺了 什麼?玉娥被人殺了? 是啊,現在我老公被警察說 他殺了人,你現在幫我做證 我說我老公沒有殺人 不過玉娥被誰殺了 我沒親眼看到 你去吧,你幫我吧 你跟玉娥敲詐我們的筆 我就不跟你算 否則我就抓到警察局去監 去不去? 你… 這位主婦,一看你就知道是好心人 好心又好報 只要你去到十一實說 我們保證不會追究任何責任 是嗎? 這樣… 唉呀…最多是這樣 這裡有些錢,你當幫我忙 是呀,幫我老公 麻煩你,麻煩你 那快點走… 麻煩你 我可以證明,這把刀可以證明 這把刀是林大雄的 他經常拿著這把刀威脅我 我還要說出真相,就放我去 你不要亂說話了 做偽政很大罪 我怎麼敢 我保證說,句句是真的 這把刀林大雄經常隨身帶著 我昨天離開的時候,還看見他身上 369,你現在明白了 這把刀一直都在林大雄身上 那玉娥有什麼可能是太子兵殺的 現在最大嫌疑的那個應該是林大雄指針 是呀…他一定是堅材起心,動了殺機 369,現在這宗案的疑點這麼多 你這麼輕易定罪,萬一那個真兇真的走了 那怎麼辦 喂,那如果你說的都是事實的話 那那個真兇一早就走了 這件事你放心,他一定走不了 我知道他在哪裡 你知道他在哪裡 好,我現在就出警力 不過這樣,那個醜話說在前面 如果捉不到真兇的,太子餅一樣有延遍 好 你走了… 你走了… 你這麼壞人,你都要用我的 你害死我丙哥,我打死你… 喂…我…我不認得你是誰 不認得? 這是什麼? 我的錢… 不要…閉嘴,撿他回家 撿他,走 好累 對了,黃舌拉 為什麼你會知道他現在這時候出現 都是這麼巧合的 八姑借櫃里的時候借的是銀票 而不是現金 阿虹殺了人之後 肯定第一時間要到銀行拿錢 而這麼大筆錢 銀行一定會等到第二天才能給他 那就足夠時間我們去抓他 聰明女 聰明女 聰明女是人頭 你只顧著立功立功 我走過來讓你害死我丙哥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又不可以定義 韓姊拉,我想你幫我一個手 好,你說這次這筆筷子不是你出的 是我三六九主動帶兄弟 拘捕那隻銀兜鬼 話說回來 我扣留的丙哥 也是想引那隻銀兜鬼出來的 這是心理戰術嘛 是嗎? 九哥,你真是很認識見風勢力 先謝謝你 我馬上回去補充材料 讓牛局長回來,我們立刻向他匯報 是呀,伯父 這筆錢我要拿他回去登記 你燈歸燈,一個崩也不少 不然我就告訴牛局長,你瘋了 放心,只要你答應我剛才那些條件 我就如數登記,放心 八姑,八姑,是否你送回來 出來了? 兵哥 乾杯 回來就好了… 阿香,快點拿拿拿拿 不可以煮滷滷月水 讓兵哥洗掉所有的水 坐吧…喝茶了,兵哥 行了…麻煩你了… 好了,沒事了… 你知道嗎?那個壞蛋 現在被抓到警察局 什麼都承認了 現在他兩聚併佛了,他死定了 其實這件事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呀,那個阿熊原來不是肉侯的大哥 是他的姑爺仔 是這樣的,你坐下來,我告訴你 是小爺仔嗎? 是呀,整件事是這樣的 肉侯…起床了…收到錢了,別裝死了 真的嗎? 你看看吧 咦?這是什麼銀票? 不要緊,明天收到錢了 等我們收到錢之後,我們就可以演奏高飛了 阿熊,不如把銀票給我先保管住吧 阿熊,你不是不相信我嗎? 你別忘了,敲炸太子餅的招式 和所有主意都沒有出 哎呀,你這麼多心做什麼? 這次事情之後,我就要在廣州城消失 我也要為自己留掉後腦 後腦?你是不是真的不相信我? 我哪有呢? 沒有?這些錢,我多辛苦在太子餅那裡招回來 這條…至少有一半是我的 哎呀,不對了 這張銀票,都是給我保管 分一半給你?想托你的身嗎? 太子餅是我釣回來的大嶼 我在這裡假裝死假裝了這麼多天 你憑什麼分我一半? 這兩年你做過什麼?都是靠我養你的 你有什麼資格和我分錢? 你還是做回你的姑爺仔,錢,我保管吧 喂,現在就是搞定了,賣掉我吧 你這臭老闆 你這個壞人,我忍了你很久了 你撥吧? 喂,我撥吧 死白頭,裝死白頭這麼像嗎? 好,我就是要假裝下去 那個阿熊,這樣也能下手嗎? 有什麼下不了手? 他本身是個懶兒子嘛 幸好,錢追得回來 錢追回來了,那我們大嶼就保住了 對了,你要多謝韓太太 是她幫我們手才能拿回錢 是的…多謝韓太太,現在全靠你 不過以後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到我 你儘管開口,我父湯道火 怕怕輕輕,現在這麼快就什麼都答應人 不然呢,聽韓太太說吧 我就說最可憐的是那個阿娥 阿娥,現在你看看她害人害己 最後連收屍的人都沒有 這些就叫做錯一步步步步錯 我說她活該是真的嗎? 不是呀,炳哥 現在阿玉娥還在警察局的停屍間 這件事因你而起 不如這樣吧,你出點錢,撞了她 那你就當多謝我吧 看我幹什麼?聽韓太太說吧 讓你吸取教訓 看看你以後,用勾不勾不勾吹 滾啊